今天就拆它 拆两个 拆两个 这两个玩意儿就是2015年买的 就这几天 它不约而同就全坏掉了 这个还好 这个还好 它直接就彻底坏掉 电脑不认 这个就讨厌 它一会儿能用 一会儿就不能用 所以说它就很耽误事 它就很耽误事 它就很真诚 直接坏了很彻底 你看它这个长得又真诚 整个是一个金属的外壳 然后里边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就非常的不难 非常的不难 这个时候不难发现 这货它分了两部分 下边是个芯片 应该是把主控源和存储克力圈 集成进去了 它就是用胶水粘到这个基础壳上的 然后上面是焊接的触点 这边有几个焊点 这边有几个焊点 不要害怕 不要哭 你看这个 它这边有个Micro USB接口 所以这就好理解 这边这几个焊点 的意思了吧 在一步小型把它铲掉 这个比那个结实 因为它这个可以反向差吧 所以我需要先把它加加热 这个也非常的不难 这和你想的一样 下部肯定是把它们分开啊 把它这个 上面这部分 下面这部分分开 你们可以搜UDP芯片就可以找到它 现在还很便宜 可能30-40块钱就能买到32G 然后这个你看来都来了是吧 下面这个是带Micro USB接口的 上面这个是不带的 大的序列号一样 22324715 后边有变化 后边有变化 这边还可以看到PCB里边的线路走向 可以看到里边的晶圆 我都看到我之前那里边存储的数据了 0110000010011 是个片 这个视频搞得好像是拍正点原子热风箱的宣传片一样 我看在这儿别的东西拆 有这么一个东西 一个做外貌的哥们给我寄过来的 特朗普 好像是个小玩具 好像是个小玩具 你不要首先是皮脂 这个是不是白光 白光讲话的这个玩意儿 Boss 我操 它跳下来一块 但是里边它也不暴露 这里边是个钻米刀 然后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这货呢 是这么一个意思 手办手办 哦里边还有机关里边还有机关 你首先这个位置它可以按下去 然后按脑袋弹出来 所以说这就好理解了 然后设设计师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就是一推脑袋 我靠这就非常奔放 裤子不是很灵活裤子不是很灵活裤子不是很灵活裤子不知道为什么弹不下来 OKOK就这样吧 这玩意儿没啥拆草了 今天主题是啥 今天主题是拆油盘 小油盘 就办吧 你今天真的要管理你 我们来吃饭 你怎么吃饭 这个牧骨 你没有吃饭